苦華 我們先 lige介紹 這個腋 人體心臟是人體生命的中心 你心臟 我們在練��人 這個心包和三膠 終於有句話 器源依胜 藏一丹田 借心包 借山蕉 发布于前身 我们这个气质藏在心脏里面 那你看你的心脏停止 跳动不稳 那就是才生病了 那这个心脏有一个膜 所以心脏呢 你看我们过去看这个心电图 这个心电图说 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的心脏 心房 心室 它左心室就是我们的血液 就是从这个左心室这里发射出去 这个发射出去的时候 你看这个 这个我们在心脏的跳动的时候 它心脏我一收收压 跟这个舒张压 我一收收 跟放松的时候 它会 血液会在你身体上做一个回流 或者一个训练 从主动脉发射出去 那这地方就是说 你发射的有力 你的心脏有力 我们心脏有一个叫黄石斗 就是它有电 你心脏有力的 这个就很正常 你身上心脏出问题的时候 它这个阿波他就会有力 没有人就走 所以 从这里可以看出 我们在中医的把脉里面 可以说 这个人他是贵 这个人有没有power 有没有爆发力 这个人也没有治愈 这个人生理好不好 或这个人你也是这样心肌缺血 这个心房 这个房跟 心房心室 就是我们这个 你看这里 左心室 是把你的这个叫大型环 这个血液从你的体动脉出去了以后 它跑到你的五脏六腑 就给你的内脏五脏六腑来用 那用完了以后 它就经过肾脏脱吸 脱吸完以后 它就回来 回来到右心房 右心房 然后到你的右心室 右心室再把这个不搞不干净的血 再跑到到肺部来过滤 到肺部 因为肺部 它是你在一吸 一呼的时候 它就叫小循环 所以你看我们在练七公里面 或运动里面 有臂之爵 有兔之有兔 呼吸有吸 有臂 就我们 那个在西洋运动里面 叫做游泳运动 乌氧运动 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 你把呼吸拼了 跑一百公尺 吸气 闭住 从头到尾一口气 好 你跑八百 跑一圈 它的呼吸就是你 可能跑四步三步 一个关 一个呼吸 你要练脊重 或你要练那个 练一个田征 这种田赛 你要推千球 这些都属于爆发力 跟武功一样 我要把拳打出去的时候 你要出什么声音 这个就是让你的心脏 像一个马达一样 这个引擎 心脏是一个引擎 所以我们这个 心脏就是一个太极 太极就是说 你干净的血 出去了 清气上升出去 你浊气引下来的 不好的血 从上腔这样回来 回来以后 你要到肺部去滤血 去过滤 那当然这个血液 也会到你的肾 到你的肝 到你的肝 再把你这个 你的脾胀是造血 肾脏是滤血 然后再回到 如果你身体肾脏好的人 叫做先天有余 你身体都会健康 因为他肾脏 每天肾脏 可以过滤两百多磅的血 所以把你肾脏里面的 血液里面的一些尿素 一些不好的东西要透析掉 那如果你肾好的人 他回来 你就觉得心脏负担就比较轻 而且血液比较干净 为什么肾脏萎收 要去牺牲 很多人在牺牲 因为你的肾脏没有 所以你只有靠这两个肺部 那他不行 所以你看那个肾脏 肾萎收的人 他的洗身 透析液 肾脏透析液 血液 好 你看他这个 你看这个 肾脏如果有问题 你没洗的话会 要什么 要沾水 在溺水 因为你的尿素 越来越高 血液的毒素 叫尿素 所以我们这个心脏 心脏在波动的时候 它有心防心室 从这个进来的血 到这个右心室 右心室以后 把你的肺部去过滤 过滤回来 从你的肺 肺部的血液 回到你的 这个 这个 就是走心房 走心房以后 再从这个 防撞蚌 就是你的二肩半帽 从这里再 下来 再传到你的这个 全身旗幼 所以他这个心电图的 里面每一个点 就是在讲 心防心室 它发射的地方 真的正常 所以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这个P P到Q之间 这地方如果 你有问题的话 他会乱跳乱跳 这个有了 在我们的中医里面 叫做什么 叫頤油 石怪麦 你叫做 潭石麻醋 就是跳入不正常 这个不行 这个也叫做石麦 一般的就叫石麦 这个是你的那个 就等于说 血管要阻塞 或心肌催痒 你看到这个正常 但是如果这个不正常 就走了 所以 你看这个地方 有一个 有一个宽的 这个 当然我们 我们这里也没办法 把这个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今天 重点是要讲这个 人的这个气脉 你气脉 怎么来调和 我在下校当年都会谈到 他有九个方法 透过呼吸 导引 饮食 然后你的情绪 还有气功 来锻炼 你马上把你的气脉改变过来 所以 你看 这个大家 应该如果你有读生理学 大概都知道这个 好 知道 然后我们继续再往往下走 然后来介绍 中医的 中国的这个气功的这个气脉 它是怎么开始 好 那个 啦 哦 好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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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